在中國的時間表演 參加事件錦香運動會 選手在開幕式中高舉國旗進場 準備大轉身手 為國爭光 沒想到卻爆出插曲 因為你們是泰銀方位 因為你們是泰銀方位 我們怎麼會 討論是這種消防局啊 拿出國旗開心 和其他參賽者合照 自費並請假參加比賽的 桃園消防局戰術體能教官黃玉銘 卻突然被警政署官員 當場要求把國旗收起來 你是不是可以證不然的誰 雙方衝突越演越烈 急政署官員恰恰質問 哪個單位的 不斷要選手遵守奧會模式 甚至要這件事不要傳回國內 黃玉銘表示 我國在2009年後 除了辦在中國成都那次外 世界景象運動會的開幕式 都有使用國旗 不懂這次為什麼特別奇怪 選手為國爭光卻爆出官員 自我矮化爭議 任政部長林宥昌火速出來喊話 要選手不又害怕 勇敢把國旗秀出來 許政院也力挺聲援 擔心爭議持續延燒 景政署也趕緊秀出國手 披著國旗受獎的照片 兩年一度的世界景象運動會 在國旗爭議告一段落後 接下來就該全心全意 爭取最高榮譽 景象運動會的 李宗明 楊大輸的社長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明文